东欧会在线的各位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审计课堂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最后一章 审计五对独立性要求的计题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考询分析及考验概论 本章非常重要 分值呢不离六到七分 本章考核的时候主要考核我们的解答题 那它会和我们22章职业道德基本原则概念框架结果 起来考核 那本章在考核的时候呢有一个特点啊 它考核的全是我们关于职业道德要求的 这一块的应用的能力 所以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掌握 我们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些基本原则 基本要求 并且要通过大量做真题 把这些要求给掌握了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点考底概念 那这一块呢 首先第一个考点是在审计客户当中 不被允许拥有的经济力 经济力这块考询非常之高 你看21年20年19年18年 接着是无意中取得的经济力 这个呢考了一次 第三个考点是我们的商业关系 商业关系呢这个考评也很高 考了五次之多啊 接着是我们的家庭和私人关系 这个考了两次 18年和17年 与审计客户发生雇佣关系 在18年考的前答题 然后第六 最近曾任审计客户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特定的员工 那么这个考了两次 接着是第七 属于公共一实体的审计客户的定期轮换 这个考了三次 我们接着看第八个考定 关于任职期内 项目合伙人转任 项目质量符合人的特殊规定 这个呢21年考了一次 然后评估服 这是19年考了一次 内部审计服 这是考了两次 新技术系统服 这考了五次 其中21年考了两次 19年 18年 还有17年都考过 接着招评服 考了一次 好 这是我们的考点概览 所以考点概览呢 全是统计的我们近五年的 接着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实战经验 好 那我们在讲题目之前呢 关于独立性呢 给大家整理了七个问题 大家下来可以对照的七个问题 来看自己哪些地方没有整合好 哪些地方还需要加强 好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块 任职期冷却期 经济力 人员交流 一篇款 以及非建政服务 好 那我们来看题目 ABC 派基事务所 委派AZOS派基师 担任上市公司 假公司 2021年度 财务报表 审计项目合伙人 ABC 派基事务所 和XYC公司 处于同一个网络 审计项目组在审计当中 遇到下例事项 第一 假公司于2020年8月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 AZOS派基师 自2018年度起 担任假公司 财务报表 审计项目合伙人 那么这道题 典型的是 关于我们任职期的 一个问题 大家看 假公司 它是什么时候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 它是20年的8月 那我们的AZOS派基师 是18年期担任 他的审计项目合伙人的 那我们来判断 21年的时候 他还能不能继续担任呢 你看20年8月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 加上21年 就是两年 对吧 那还在我们的 两年期限之内 因此 它是符合 我们独立性的要求 是不违反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 2021年的10月 审计项目组 就某壮大会计问题 咨询了事务所 技术部的 B组策法律师 B组策法律师的妻子 于21年的6月 购买了假公司的股票 于2021年的12月卖出 这里要注意 这股票属于 直接的经济利益 那我们在这里 就要判断 我们的B组策法律师 它是否属于 我们禁止拥有 经济利益的相关人员 这个经济利益 包括直接的经济利益 以及重大的 间接经济利益 我们在讲到 经济利益的时候 首先第一条 所缘主 也就是会计事务所 项目团队成员 还有它的主要 近亲属 那我们来看 B组策会计师呢 是就某重大会计问题 被咨询的对象 他属于我们 神级项目团队的成员 那我们审计项目团 对成员的主要近亲属 也就是妻子 能不能买他的股票呢 注意不能 他在21年的6月 买了股票 然后12月卖出 这属于我们的 审计业务期间 这时候买股票 注意 拥有直接经济利益 是违反我们 独立庭要求的 所以这块违反 接着第三 审计项目组成员C 承认假公司 重要子公司的 出纳 这里要注意啊 这是出纳 2020年10月 加入ABC 快捷事务所 2021年9月 加入假公司 审计项目组 参与固定资产的 审计项目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出纳 它是不是属于 我们的董高特 当中的特能 注意它不属于 因为它不会影响 我们财务报表的编制 所以它是在我们 什么呢 是在我们 21年之前加入的 接着21年9月呢 又加入我们 审计项目组 参与固定资产的 一个审计 这块 整体来说 它是不影响 我们的独立性的 关键就在于 这个职位 这是出纳 如果我们换成会计的话 那就有可能要影响了 因此 关键要看 我们这个成员 它原来在被 担任的是什么职位 好 如果我们把这道题 再换一下 换成什么呢 这个C 原来是我们 重要子公司的 司机 现在加入到 我们审计项目组 影响吗 那更不影响 它根本不会 参与我们财务报表的编制 对吧 不会影响 我们的财务结果 所以 完全不影响 好 这是我们这道题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 A2策划提师 受邀 参加了假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 全体的参会人员均获得 假公司生产的太阳镜 作为礼品 那这个违反读记吗 注意违反 我们 这个审计项目组的成员 看A2策划提师 对吧 他是我们审计项目组的成员 不得接受我们 不得接受我们 被审计单位 提供的任何的礼品 所以这块是违反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五 假公司聘请 XYZ公司担任某 合同纠纷的诉讼代理人 然后诉讼结果 将对假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 那这里注意 XYZ公司是我们的网络所 那网络所 其实就等于 ABC法级事务所 他俩是直接化等号的 现在我们聘请网络所 担任合同纠纷的诉讼代理人 就相当于 我们聘请ABC法级事务所 担任合同纠纷的诉讼代理人 而且诉讼的结果 还会对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是肯定影响独立性的 为什么 因为这其实 有点像我们自己编报表 然后我们又自己来审报表 一样的对吧 这会产生自我评价的问题 并且你要注意 你担任他的诉讼代理人 还会产生压力 还有密切关系 这些影响 好 这个地方 它是影响独立性的 接着第六 假公司购买的成本核算软件 由XYZ公司和一家软件公司 共同开发和推广 该软件公司不是ABC 法级事务所的审计客户 或关联实体 那我们刚才说过 XYZ就相当ABC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替换成 成本核算软件是由ABC和软件公司 共同开发和推广的 大家要注意 这是一个XYZ公司和一本核算软件 它是直接影响我们财务报表的 对吧 那么这时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什么问题 自编制审的问题 好 而且它也是我们内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块 完全是影响我们独立性的 因为这就相当于我们来帮他把这个层本核算 这块处理好 然后我们又来进行审计 这块是严重影响独立性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答案 第一 注意 不违反 我们A注册款式 是在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也就是上市 以后担任关键审计合伙人时间 没有超过两年 不违反独立性的规定 那么第二块 注意违反 我们必注册款式 由于他是我们咨询的一个对象 对吧 好 那这一块呢 他就属于我们审计项目团队的成员 他的咨询意见是直接影响我们审计结果的 而他的妻子就相当于等同一趟 那这个妻子在审计期间拥有了直接经济利益 也就是股票 将因此生利对我们独立性产生严重的无理影响 好 这块是违反的 那么第三块 注意不违反 因为我们审计项目团队成员 在我们财务报表涵盖期间之前加入事务所 好 你看我们现在审的是21年 他是20年加入的 并且最关键是他做的是出纳工作 所以这块对我们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他这个出纳工作不会影响我们财务暴力编制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 违反 A做错会计师不得收受假公司的任何礼品 收受假公司的礼品属于不当行 这要记住 可能一个太阳镜没多少钱 一两百块钱 三四百块钱都有可能 但是 不管这个礼品的金额大还是小 注意不得收受我们假公司的任何礼品 好 第六是违反的 为审计客户担任诉讼代理人且该纠纷所设的金额 对我们被审议 报表有助的影响 将因此我评价 过度推荐对独立性产生严重的 无理影响 好 这是我们第五题 接着看第六题 ABC会计事务所的网络所参与了假公司重要财务系统的设计 那么参与设计的成本合算软件 构成假公司财务报表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 生存的信息对快记录或被审计的报表影响重大 将因自我评价对独立性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所以相当于我们来给你编报表 然后我来做审计 所以这块会产生自我评价的问题 那这是我们这条题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题多做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关于我们有缺期的问题 A主策开机是呢 自16年度起担任假公司财务报表 审计项目的合伙人 5年任期结束以后轮换出审计项目 然后呢 转任已公司2021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项目合伙人 已公司和假公司同为饼公司的重要子公司 那我们来看这块 它是否违反我们独立性的要求 这里看啊 2016年的时候开始担任 到21年几年了 16 17 18 19 20 那么刚好5年 21年开始应该进入冷却期了 对吧 那21年进入冷却期的时候呢 它已经轮换出该审计项目了 然后转任已公司的项目合固 好 它出来了 转任已公司 我们来画个图啊 碰到这种关联实体的时候 如果弄不清楚 马上画个图 那么这块是假公司 这块是已公司 他们同为饼公司的重要子公司 好 那么这两个典型的是什么 是姐妹实体 姐妹实体 他们的报表会互相影响吗 压根不会互相影响 因此 它担任我们已公司的 审计项目合伙人 这块是没问题的 因为 它不属于我们假公司 这个审计项目的关键 审计合伙人 所以这块不违反 我们已公司 所以假公司的警力实体 双方互不影响 也不纳入另一方的财务报表 GATUS快递是担任 已公司的审计项目合伙人 与假公司审计业无关 不会对我们的独立性 产生不利影响 好 这是我们这道题 这里要注意 我们碰到这种关联实体 是画个图 理清他们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看他们俩的报表 会不会互相影响 这是关键 那我们接着延伸一下 AZOS快递师 自16年度起 担任假公司 财务报表 审计项目合伙人 5年任期结束以后 轮换出该审计项目 转任已公司 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审计项目合伙人 已公司为假公司的 重要 此公司 那可以吗 这里要注意 你看现在他们的关系 是这样的 假在上 乙在下 那他从假公司 轮换出来 到乙公司去 这时候注意 影响读一起 为什么呀 因为 他从假公司 轮换出来 到乙公司 而乙公司 是假公司的重要次公司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AZOS快递师 就是相当于还在担任 假公司的关键审计合伙人 好 这一块呢 由于他还在担任 我们假公司项目的 关键审计合伙人 相当于他压根就没有冷却 相当于他在冷却期 参与了假公司的审计业务 因此是违反独立性的 那我们BZOS快递师 在冷却期内 不应参与 假公司的审计业务 否则将因密切关系 或自身利益 独立性产生严重的 无理影响 那我们这里要注意 看一下解析 乙公司 除了假公司的重要次公司 截止2020年度 已经连续担任了 合伙人5年 对吧 从2021年度开始 应该进入5年的 连续冷却期 因此不得成为 我们乙公司的 审计项目的合伙人 这里要注意一下 这里面最关键是 有一个概念 你要搞清楚 如果这个概念搞不清楚的话 那么你就会做错 我们来看 关键审计合伙人 它是指什么呢 它是指我们的项目合伙人 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以及审计项目当中 负责对财务报表审计 所设计的重大事项 做出关键决策 或者判断的 其他审计合伙人 那么其他审计合伙人 还可能包括负责 审计重要子公司 或分支机构的合伙人 好 对关键审计合伙人 我们现在来梳理一下 这个概念 第一是项目合伙人 第二是项目质量符合人员 第三是重大事项 做出关键决策判断的人员 就像是我们刚才做的 那道题当中的 二位重大会计问题 提供咨询的 B组策会计师 他就是所涉及的重大事项 做出关键解决 判断的这种人员 对吧 好这是我们三类 接着还要注意 第四 是我们重要子公司 它的合伙人 第五 我们的分支机构的合伙人 那么这五种 都算我们的关键审计合伙人 而我们刚才这道题 你公司是假公司的重要子公司 那对不起 你就相当于还在担任 假公司的关键审计合伙人 因此是影响独立性的 好在这里呢 还要做一个精准编析 我们在看关联时期的时候 压根不需要区分是否重要 子公司都是关联时期 但是我们在看 关键审计合伙人的时候 重要的子公司 才是关键审计合伙人 如果是不重要的子公司 那不是关键审计合伙人 好 这个细节一定要把握好 很多同学对此都没有把握好 那在做这种题的时候很容易 弩晕 下面呢我们来看 我们的延伸二 A促所会计师 自16年度期担任 假公司财务报表 审计项目合伙人 五年任期结束以后 轮换出该审计项目 转任已公司 20年度的财务报表 项目合伙人 以公司为假公司的 不重要子公司 你看我们前面的一道题是重要子公司 然后这是不重要的子公司 其实这还在考核 关键审计合伙人的概念 我们刚刚才复习过 对吗 才链接过 我们的不重要的子公司 他担任这个已公司的 审计项目合伙人 请问算不算假公司的 关键审计合伙人 压根不算 为啥 因为他是不重要的子公司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转任已公司 担任我们的项目合伙人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是恰当的 好 这块是不违反 因为你公司是假公司 不重要的子公司 A4 你是担任其审计项目合伙 不属于假公司项目的 关键审计合伙人 那我们来看这三道题 这三道题 很点清 这三道题 就在考不同的情形 这个是什么 姐妹实体 这个是什么 这是重要子公司 这个呢 这是不重要的子公司 我把各种情形 都给你放在一起来考核 虽然好像提头都一样 大部分内容都一样 但是一些信息稍微换一下 我们答案是完全不同的 注意精准掌握 好 我们接着来看 一题多做二 关于冷却期不得有的行为 B组策判计师 曾作为项目经理 签署了假公司 13年度至17年度的 审计报告 注意 连续担任了几年 13 14 15 16 17 5年了 然后之后调离 假公司的审计项目 因为他进入了缺期了 他不能再担任了 于2021年加入 事务所的质量管理部 负责符合所有 上市实体 审计客户的财务报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否违反 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这里要注意啊 他是作为项目经理 签署审计报告的 因为我们审计报告 一般是两个人签字 上面这个人是项目合伙人 下面这个人 一般是项目经理 好 这里注意 他是签字的 这个合伙人 他的冷却期的规定是几年 有同学说老师三年 有同学说老师两年 他不是我们 审计项目合伙人 所以要么就三年 要么就两年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签字的人员 他的冷却期照样是五年 压根不是三年 压根不是两年 所以这块别弄错了 你看 我们18年开始要冷却了 18 19 2021 这21年还是在第四年 22年是五年 冷却期满了吗 没满 冷却期没满的情况下 他符合所有上市实体 审计客户的财务报表 那其实就相当于 他也符合了我们家公司 这块有影响中心 肯定影响呀 所以违反 必注册快递师 作为我们假公司 关键审计合伙人 在五年的冷却期内 不得为该客户的审计业务实施 质量符合 否则将一密切关系和私信力 产生何影响 好 这条题要稍微注意一下 注意几个细节 第一个就是签字的这个项目经理 他的冷却期是五年 不是三年 不是两年 第二要注意 他在冷却期内 不能参与我们假公司的任何业务 一定要全面冷却 好 这是我们这条题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 针对问题二 经济力 一提多做 A4会计师 自2017年起 担任假公司审计的 萧何国人 其父亲在假公司 2020年度 年度报告公布后 购买了假公司的股票 三千股 在2021年年末 卖出了这些股票 这里注意 2020年的年度报告公布 那一般都是在三四月份 那就相当于在21年的 三月份买入 然后21年的12月份卖出 持有了九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想问一下同学们 这块是否影响独立性 他的父亲 其实就相当于A组测快计师 那么这就相当于A组测快计师 在我们的审计客户中 拥有了我们的直接经济利益 这块是违反独立性 有同学说 老师不对啊 你看 人家是在年度报告公布以后买的 然后在年末的时候卖出了 年末我们开始做21年的 相关审计的时候 已经卖出了 注意 这是连续审计 这属于我们的一个 保持独立性的期间 所以这是连续审计 所以它属于我们 保持独立性的期间 在这期间是不能拥有 被审计客户的 经济利益的 因此违反独立性 好 因针对假公司的审计 有具有延续性 2020年年度报告出去以后 到2021年度 审计工作开始前 它的期间 仍属于业务期间 A组测快计师的父亲 在该期间持有假公司股票 因自身力对独立性 产生严重的获影响 对吧 其实这块很容易让人想过 那你的父亲 为什么在年报公布以后 买了股票呀 对吧 他是不是知道一些消息啊 是不是知道股票 有股票大涨呀 这是属于这手才买呀 为什么在年报公布 又卖数据呀 是不是又知道一些 什么内幕消息啊 这其实很容易让人多想 对吗 这个就会因为自身力 对我们的独立性 产生严重的影响 接着我们来看 一提多数二 审计项目成员C 因工作较忙 授权理财顾问 管理其的股票账户 在C不知情的情况下 理财顾问通过该账户 带其购买了一手 假公司的股票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这些股票市值为450元 这里要注意 这里面专门写了一手 什么叫一手啊 就是一百股 不要同学们看来的一手 不知道什么回事啊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股票 无论金额打消 不管是一分钱 还是一万十万 只要是我们的直接经历 哪怕是一分钱 拥有了也是违反我们独立信要求的 有同学就说 老师 那这个不对啊 这个又不是我们C 他自己买的 是理财顾问给他买的呀 而且C又不知情 所以怎么能说我们违反了独立信呢 注意 这其实都是烟雾蛋 压根 不要被这些药蛋所迷惑 因为他授权理财顾问 管理他的股票账户 这其实就相当于他自己在操作 他授权了嘛 对吧 就相当于他自己在操作 那么在我们保持独立信的期间 他能拥有我们假公司的直接经济利益吗 注意不能 因此违反独立信 审计项目组成员 授权给理财顾问 那么管理的经济利益 属于C所拥有的直接经历 审计项目组成员 不得在审计客户拥有直接的经济利 否则对独立信 产生严重的护理影响 好 这是我们这道题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延伸的题目 14年的真题 13年5月 ABC逆承接甲公司 13年度的财务保标审计业务 C速册会计师 是ABC会计事务所 金融保险业务 与A速册会计师 同一分部 主管合伙人 那么这一块出来的 就是同一分部的合伙人 C速册会计师不是项目成员 其父亲通过二级市场 买入并持有假公司的股票 2000股 那么这块 影响了独立信 这块肯定影响 同属异洛分部的 其他这种合伙人 在我们 应该保持独立信的期间 能不能拥有 我们假公司的 直接经历力 主要不能拥有 对吧 因为他的父亲 是他的主要近亲属 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C速册会计师 如果拥有直接经历 是违反独立信相关要求的 所以产生不理影响 理由是什么呢 C速册会计师 作为同一分部的合伙人 其主要近亲属 不得持有假公司的股票 否则 相应自身力 对独立信 产生严重的不理影响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延伸二 13年的正题 ABC 省计上市公司贾银行 12年度的财务保援 XYZ咨询公司 是ABC的网络事物说 那么这两个 可以发本号了 然后第四 XYZ咨询公司 合伙人的父亲 是有假银行 少量股票 那这里注意 XYZ公司 就相当于ABC公司 他的合伙人 C的父亲 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合伙人 那这里注意 我们其他合伙人 能不能拥有 我们被审计客户的 直接经历呢 不能 对吧 因为你看 它是有假银行 少量股票 截止 2012年12月31日 这些股票市值是6000元 虽然金额不大 但是它是直接经历 那直接经历 不看你的金额大小 只要你是直接经历 哪怕只有一分钱 对不起 不影响 对不起 然后合伙人C 自2011年起 为假银行下属 某分行提供 企业所得罪的申报服务 但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不承担管理层的职责 好 这道题典型的是 我们C组所会计师 是为关联时期提供 非审计服务的合伙人 对吧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主要金星属 不得在假银行 拥有任何直接经历 否则将因自身力 对独立性产生 严重的护理一下 好 这要注意 你看我们这几种情况 都不一样 这个是提供 非见证服务的 其他合伙人 他的主要近亲属 拥有经济力 那么这道题是属于 同一分布的合伙人 他的主要近亲属 拥有直接经济力 那我们第二题呢 属于请理财顾问代管 拥有直接经济力 都是各种各样的情形 各种各样的故事 一定注意把我们准则的 要求 第一所缘组 不得拥有我们的经济力 然后第二是 出于同一分布的 其他合伙人 以及他的主要近亲属 不得拥有我们的经济力 还有呢 还有就是 我们提供 非见证服务的 其他合伙人 他的主要近亲属 也不得拥有经济力 当然这个经济力 指的是我们的 直接经济力 以及重大的 间接经济力 好 这是关于我们经济力 一定要记下来 因为经济力 几乎每年必考 这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 当中谁都逃不掉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体多做三 项目合伙人 A做手派理师的妻子 在假公司担任设计部经理 并持有该公司的股票 期权一万个 该期权自2021年1月1日起 可以行权 A做手派理师的妻子 于2021年1月2日 行权后 立即处置了该股票 那这块违反独立性吗 这里要注意 我们项目合伙人的 妻子 拥有该股票期权 那就相当于 项目合伙人 在我们被审单员拥有 直接经济力 而且是在我们的 业务期间 那违反独立性肯定违反呀 所以这块违反独立性 A做手派理师 不应参与假公司的审计 A做手派理师的妻子 不得以任何的形式 拥有我们假公司的 直接经历力 否则将一次生命 对独立性产生 严重的不利影响 好 这是我们这道题 有的朋友说老师不对呀 我怎么觉得 有一个例外情况呢 例外情况是 你看 假如说我是因为这种 有权拥有这个经济力 的时候 我满足了相关条件 如果是不影响独立性点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 对比的题 这15年的真题 上市公司假公司 是ABC派理事务所的 常年审计客户 A做手派理师 担任假公司 14年度审计项目合伙人 审计项目组 在假公司14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遇到下一个事项 第二 B做手派理师 不是假公司 审计项目组的成员 主演 首先明确了 他不是项目组成员 与A做手派理师 处于同一分布 然后B做手派理师的 妻子在假公司任职 并因此持有 将于2016年1月1日起 可以行权的 假公司股票期权 3500 B做手派理师承诺 在经受期结束以后 尽快于处置 好 这里注意 我们刚才那道题 他完全就是项目合伙人 对吧 而现在呢 B做手派理师 不是我们计项目组成员 只是处于同一个分布的 然后 他的妻子在假公司任职 因为任职而拥有的 股票期权 3000股 那对于这种情形 是否影响独立性呢 关键就在于 B做手派理师承诺 在经受期结束以后 尽快进处置 这个承诺就很不靠谱了 有可能是 经受期 假如说是 我们的经受期是 14年 14年到16年的1月1号 好 1月2号以后 他就可以开始 收卖了 那就具有了这种流动性了 有可能 他等到3月1号的出门处 也有可能等到5月1号 还有可能等到10月1号呢 对吧 他只是一个承诺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付出行动 所以这块注意 只为反复性的 你看 当其他合伙人 与执行业务的项目合伙人 同属一个分布时 其他合伙人 或其主要近期数 不得在升级客户当中 拥有直级经历力 或重大的经济经历力 否则 将因自身力 对独立性 产生非常严重的 无理影响 好 这个地方注意 它是影响独立性的 那有朋友又说 老师我总觉得不太对啊 那我们把这个点给大家 注意对比一下 如果执行 审计业务的项目合伙人 同属一个分布的 其他合伙人 主要近亲属 或者为审计客户提供 非审计服务的 其他合伙人的 管理人应该主要近亲属 同时满足下领条件 那么可以拥有 直接经历力 或重大经济经历力 那我们来看 第一是 作为审计客户员工 有权取得经济力 那就像我们刚才 做的两道题 都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单位任职 然后取得股票齐全 对吧 都是有权 那具体是 主要近亲属 作为审计客户员工 有权取得经济力 如通过退休金 或股票的期前计划 并且会计事务所在必要时 能够因该经济力 产生的福利影响 能够应对 好 这是我们第一块 就是有权取得 第二块是 尽快处置或放弃 当该主要近亲属 拥有或取得 处置该经济力的权益值 或者在股票期权当中 有权行使 期权时 能够尽快处置 或放弃该经济力 那我们来看 刚才的这道题 延伸的这道题目 它仅仅只是承诺而已 它是符合我们刚才条件的 因为我们刚才条件是 同属一个分部的 其他合伙人 主要近亲属 还有提供 非审计业务的 或管理人员的 主要近亲属 对吧 那么这个主体 首先是符合的 这个主体符合的情况之下 我们接着看 它是否符合这两个条件 要求要同时满足的两条件 那第一个条件 它满足了 因为它的确是员工 有权取得股票期权 但是第二个条件 它没满足 它只是承诺而已 它并不是真正放弃了 说实在的 我们只是同一个分部的 和A注册款机 是同属一个分部的 合伙人 对吧 它怎么可能为了 我们A注册款机 是这个什么一项的 就把他自己的经济力 给放弃了呢 所以这块 在我们现实当中 也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对吧 好 它承诺 这只是一个空头支票而已 到底能不能兑现 或者什么时间兑现 都是违之处 所以这块是影响独立性的 而我们刚才的第二条件 是尽快处置或放弃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刚才一体多做三 一体多做三的主体 压根就不满足 这个例外条件 你看 这个主体是 相不合伙人的棋子 你看我们这个例外 的主体是什么 例外情形的主体是 同属于分布的 其他合伙人的主要近亲属 或者非审计服务的 其他合伙人 或管理人员的主要近亲属 那我们刚才的一体多做三里面 是项目合伙人的主要近亲属 主体符合吗 主体压根就不符合 所以千万不要弄混了 这是关于我们的例外情形 给大家做对比 这都是容易错容易混的地方 全让我设计成一体多做了 我们接着来看一体多做四 2021年9月 甲公司收购了以公司百分子百的股权 2021年10月 项目合伙人 ASUS快利是发现其妻子 持有以公司发现的债券 注意啊 这是项目合伙人的妻子啊 就相当于项目合伙人 ASUS快利是了 然后面值是1000 要求其妻子立职 处置了这些债券 该投资对ASUS 妻子而言不重要 那这里注意 这属于典型的被动 取得有经济力 对被动取得经济力 我们要求是立即处置 而这道题呢 它持有了整整一个月啊 9月到10月对吧 大家说违反独立性 肯定违反呀 因此违反上组的主要净亲属 持有假公司 关联尸体的直接经济力 好 在收购前 为处置 持有以公司的职业经济力 将于自身的一对动性 产生严重的影响 那这个地方 要注意一下 这一点是什么呢 有一个细节就是 我们以公司 是我们假公司的 什么 关联尸体 是它的子公司 那我们拥有 它的子公司的经济力 直接经济力 就相当于拥有了 我们假公司的 所以这一块 它是违反独立性的 而且要特别注意细节 对于这种被动拥有经济力 我们要求是立即处置 如果没有做到立即处置 一定是违反独立性 注意破这个细节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被动取得经济力 它相关的主体是谁 然后时间要求是什么 措施是什么 如果我们会计事务所 审计向团队成员 获其主要净亲属 员工获其主要净亲属 通过继承 汇赠或者合并等类似的情况 从审计客户获取直接的经济力 或重大的间接经济力 而根据职业道德手机规定 不允许应用此类经济力 应当采取一下的措施 那我们来看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 对我们审计的结果 会产生直接影响的人员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快捷事务所 审计项目团队成员 和其主要净亲属 这块要求比较严苛 是应当立即处置 而我们刚才这道题 他收购了一公司的股权 那就关联公司 对吧 关联实体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持有多种时间 一个月 是做到立即了吗 要更没做到 所以是违反独立性的 对这一块注意 应当立即处置 而第二种是 审计项目团队以外的人员 或其主要净亲属 由于是审计项目团队 以外的人员 那这一块的话 它相对对我们的 这个财务报表 还有我们的审计结果 影响很小 所以呢 对这块要求宽松 也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 尽快处置 好 这是他们的区别 这是关于我们 被动取得经济力 那在这里呢 要注意对比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 例外的情形 和被动取得的情形 他们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关于例外的情形 要求是同意分布 或者其他合伙人的 主要净亲属 以及其他合伙人 或管理人员的 主要净亲属 那这里一定没有包含 我们事务所 项目团队成员的 主要净亲属 注意没包含啊 不要弄混了啊 我们刚才做了两道题目对比 那这是我们例外的情形 而我们的被动取得 它的主体有 会计事务所 项目团队成员 及其主要净亲属 员工及其主要净亲属 这是他们的区别 好 这几块呢 都是非常容易出错的 关于经济利益方面的题目 我把这种 很容易出错 看着很像 然后很容易混的 全部一体多做的形式 混入在一起了 希望同学们 好好的练一下啊 好 我们先来看 针对问题三 与审计客户发生人员交流 一体多做一 W注册款机师曾担任 甲公司2020年度的财务报表 审计项目经理 并签署该年度的审计报告 然后W注册款机师 于2021年4月30日辞职 于2021年年末 加入了甲公司下属 某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任 那我们来看 他是否影响独立性 注意 他是20年担任项目经理 而且签署了该年度的审计报告 属于我们的关键审计合伙人 然后呢 于2021年的4月30日辞职 接着年末就加入了甲公司 下属某子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任 这块违反独立性吗 肯定违反 为什么呀 因为关键审计合伙人 加入到审计客户去 应该是在 我们已经发布完 2021年的财务报表以后 加入财务违反独立性 如果在这之前加入 都是违反独立性 因此他是违反的 好 我们下面来看 答案 违反 审计关键合伙人 离职加入甲公司 下属子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任的时间 早于甲公司发布 2021年 已审财务报表之日 将一密切关起 外在压力 对独立性产生严重的影响 好 这里要注意 这个时间点一定要把握好 一定是 2021年的财务报表 对外公布以后 他加入 没问题 如果在公布之前 对不起 他是影响独立性的 接着我们来看 一提多做二 答案 作词凡计师 曾担任ABC 科技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 注意啊 刚才一提多做一是 项目经理 签署了年度报告 是关键是你合伙人 而我们的 一提多做二 是高级合伙人 高级合伙人要求的年限 要求的冷却的时间 限制时间就要短一些 那 W作词凡计师 于2021年的 4月30日辞职 于2021年末 加入 假公司下属 模子公司担任 财务负责任 可以吗 注意 不可以 为什么呀 因为 W作词凡计师 作为高级合伙人 在离职后 12月内 加入了假公司担任 财务负责任 将于密切关系 外责压力 对独立性 产生严重的 不影响 这里要注意细节 他是高级合伙人 虽然他限制的时间短于我们刚才的关键审计合伙人 但是他限制的时间是12个月 我们来看他满足12个月 压根不满足压 你看4月30号辞职 然后年底就加入了 到一年了吗 压根没到 如果他在22年的5月1号加入 那就没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这道题 高级合伙人 要限制12个月 那我们把这个冷却期或限制期的相关规定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回顾 那关键审计合伙人 加入我们审计客户 担任重要职位 董高特 这块的时间要求12个月 然后呢 财务报表 是我们已审计的财务报表的发表这段期间 要包括 简单来说就是一定是 已经公布我们新的一期的财务报表以后 加入不违反 如果在这之前 对不起都是违反的 那为什么要用这种形式呢 实际上是为了和后面两个数字做对比 而前任高级合伙人加入 审计通诺担任重要职位 这块要求是限制12个月 那项目合伙人 转任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这块限制是两个月 那我们对于第一块 12个月 加上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简化12个月加X 什么意思 你想 我们公布新的一期的财务报表 也就是已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一般都要经过三次 四个月的时间 或至少两个月的时间 对吧 所以这X就应该是12个月 这12个月 它不成是我们的任何事业务 再加上两个月 或者三个月 或者四个月 总之 这两三个月 或者四个月 就是我们 发布财务报表 以前的那个时间段 举个例子 你看我们这个贝神代 假公司 假如说是2月25号发布的 那么这里面加的这个时间 就是1月1号到2月25号 在我们发布之前 它不能加入 加入就没想到一心 2月26号加入就没问题 而如果它是3月15号发布的 那么这个时间就应该是12月 加上1月1号到3月15号 好 加这个时间就这意思 这X可以用这样来 理解啊 好 这是关于我们23章当中 其他冷却期和限制期的规定 注意对比记忆 关键审计合伙人 它限制的时间 比我们高级合伙人多几个月 多几个月 多X个月 你就可以把它替换成X 那接着我们来看 一提多做三 W注册款机师 曾担任ABC会计事务所的 高级合伙人 注意这是高级合伙人 W注册款机师 于2020年6月30日退休 于2021年末加入家公司 下属模型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任 根据政策技术享受 快计事务所 两年的分红 那么这块是否 违反我们的独立性 首先我们来看 它是高级合伙人 它限制的时间12个月 你看6月30号退休 然后21年末加入 超过12个月了 对吧 嗯 差不多18个月 因此第一 第一块没有违反独立性 但是关键在后面 它根据政策 继续享受 快计事务所的两年分红 这说明什么 说明它和我们快计事务所 继续保持着重要交往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不起 它是影响独立性的 所以这块违反 前任合伙人 加入假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任 与事务所保持重要的交往和联系 将一密切关系 外在压力 对独立性产生严重的独立影响 关键就在于 它后面继续享受我们快计事务所的两年的分红 快计事务所如果经营的好 红红火火 它拿的钱就多 如果快计事务所经营不好 它拿的钱就少 这是典型的什么 典型的重要交往 这样的重要交往 如果保持着 一定会产生非常鼓励的影响 好 这是我们一提多做三 接着我们来看一提多做四 W注册会计师为ABC快计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 于2021年兼任假公司下属某子公司的独立董事 这块是否影响独立性 肯定影响呀 对吧 你看兼任一直都是我们 年龄禁止的 快计事务所的合伙人或员工 兼任审计客户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将一自我评价资深令 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这是明显的脚踩两只船 你怎么评算 你怎么能做到独立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一提多做四 好 下面我们看延伸2012年整体 上市公司假公司是ABC快计事务所的 常年审计客户 在对假公司一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 ABC快计事务所遇到项率与职业道德相关的事项 第四 审计项目成员C为新员工 其妻子曾担任假公司的财务经理 于2011年3月离职 好 这里注意 你看我们这是什么 C是新员工 他的妻子就相当于他 也就是我们项目成员的主要近亲属 曾担任假公司的财务经理 于2011年3月离职 我们现在审计的就是一年 而他的主要近亲属 在2011年度担任了我们被手机客户的 特定的员工 那这个为无反正理性 肯定为反呀 为什么 你想他的妻子是个财务经理 他直接影响了我们财务报表的编制 有同学说他没影响几个月呀 他只是影响了一到三个月 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注意 他哪怕影响一天的也是影响 何况是影响了三个月呢 对吧 所以注意这块 为了我们独立性 审计项目组成员C的妻子 曾在一年 在我们财务报表审计涵盖期间 担任能对财务报表编制 施加重大影响的职务 对独立性产生严重的影响 好 这是典型的特定员工 董高特 这是典型的特定员工 他会对我们财务报表的编制 施加重大影响 所以违反独立性 千万不要觉得 他只担任了三个月 哪怕三天 哪怕一天都影响 好 接着我们来看 针对问题五六 影响独立性的其他事项 来看第一个延伸 关于我们礼品的问题 2012年 AZOS法律师担任 甲公司审计项目合伙人 在审计过程中 遇到下列与职业道德相关的事项 甲公司审F1 赛事中国站的赞助商 送给AZOS法律师五张 中国站的贵宾票 AZOS法律师将票分给了 项目组的成员 大家说 违反独立性 肯定违反呀 你看这不就接受 我们甲公司的礼品吗 不管大礼品还是小礼品 只要接受礼品 对不起都是违反独立性的 好 违反 不得接受审计客户礼品 否则严重影响独立性 不管大礼品也小礼品 都不能接受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个延伸 2015年的真题 ABC会计事务所的 质量管理体系部分内容 再录如下 第一 如果计项目合伙人 完成项期计客户 推销非见证业务的指标 可获得奖励 但应保证 计计质量为前提 我们项目合伙人 现在变成了推销员了 要去推销非见证服务 非见证业务 然后呢 他完成一个推销 就可以拿到一笔奖励 我想问一下同学们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说会会影响独立性 肯定影响 对不对 认为 因为什么 因为天下信息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亡 我们的审计项目合伙人 他也是人 他也经不起诱惑的呀 你给他这么大的诱饵 他不想方设法去赢得这个奖励吗 他肯定会想方设法 对不对 虽然我们后面有这么一句话 但应以保证审计质量为前提 有了这样一个考核的指标 有了这样一个指挥棒 你说他怎么保证我们审计质量呀 对不对 所以这块是影响独立性的 那不恰当 关键审计合伙人 薪酬和业绩 不得已 其向审计客户推销的非见证服直接挂钩 一旦挂钩 他为了完成非见证业务的指标 那就要想方设法和客户拉进骨 套进骨 拉关系 然后想方设法去讨好客户 这种情况下怎么独立 根本独立不起来 我们先来看针对问题五 关于非见证服法律服这块 假公司聘请XYZ公司的合伙人 F注册会计是担任假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 这块是否为本独立性 书以担任首席法律顾问 将因过多推介和自我评价产生不影响 你想 首席法律顾问 那就完全像我们假公司的人一样了 对吧 而XYZ公司等于我们ABC 所以这块是违反独立性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 针对问题六 也是非见证服的信息系统部 一提多做一 丙公司购买的成本核算软件 由XYZ公司和一家软件公司 共同开发和推广 该软件公司不是ABC 他及事务所的审计股股 去关联实体 假公司呢 是丙公司的重要联币 丙公司不是ABC 帕级事务所的审计客户 这道题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你看 丙公司现在购买的软件是XYZ和一家软件公司 共同开发的 XYZ相当于ABC 接着看 该软件公司不是我们ABC的审计客户和关联实体 但是甲公司是丙公司的重要联币 什么叫甲公司是丙公司的重要联币 我们画一个图 看啊 甲在下 然后丙在上 丙持有甲20%以上 然后呢 是50%以下 这种情形之下 对它就有了什么 重大影响 那我们甲公司就是丙公司的重要联币 好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要注意 丙公司现在购买的这个成本核算软件 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甲公司的财务报表呢 压根影响不了 对吧 因为丙公司在上面 甲公司在下面 丙公司呢 它属于上行线 甲公司属于下行线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丙公司是我们甲公司的叔叔 不是父母 为什么 因为这个持股比率不是特别高 没有达到控制程度 只是重大影响 所以丙公司现在相当于我们甲 甲公司的叔叔 那丙公司现在购买的这个成本核算软件 会影响到甲公司吗 不会 因此这块 不违反我们的独立性 丙公司购买的成本核算软件 不会对甲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不构成实施审计程序的对象 不会对我们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好 做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尤其出现谁是谁的联系企业 谁是谁的子公司 一定要画一个图 看谁在上 谁在下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被审计客户的财务报表 那刚才我们那道题呢 给大家说 我们在做到关联实体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画个图 看一下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由于我看到很多同学反馈 老师我们在学到独立性 关于关联实体 这块内容的时候 总是觉得容易混 总是有点分不清 下面呢 我就把这块内容给大家区分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关联实体的概念 那天空公司假如说是我们的卫生单位 它是我们的中轴 然后分上行线和下行线 上行线是母公司 注意母公司要重要 然后还有少数股东也要重要 这两个是它的上行线 这是属于它的关联实体 那相当于父母公司和叔叔公司 那接着我们来看它的下行线 下行线有什么呢 有子公司 有孙公司 还有侄子公司 子公司和孙公司 压根不用考虑重要或者重要 根本不用考虑 但是联姻企业需要重要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注意他们是下行线 也就是儿子公司 孙子公司 还有侄子公司 那我们把这个关联实体的结构 梳理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来看 现在是跟我们经济利益相关 经济利益注意 我们如果在我们的 审计客户 天空公司当中拥有经济利益 那肯定是影响独立性的 同时我们的教材当中说到 我们的这个天空公司的关联实体 预约等于天空公司 如果在这些公司拥有经济利益 注意都影响独立性 都影响独立性 好 锁原祖在这些情形当中 都会影响独立性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 为什么它一定会影响独立性呢 我们首先看我们的上行线 也就是父母公司 和我们的叔叔公司 你看如果天空公司 它出现问题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父母公司 和叔叔公司的报表 为什么呀 因为天空公司 对他们来说是下行线 对吧 他们是父母叔叔这一辈的 那天空公司的相关财务报表的数据 会进入我们A公司的合并报表 然后呢会影响到我们G公司的报表 所以天空公司 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 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A公司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G公司 比如它的父母公司 和叔叔公司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不得拥有它的父母公司 还有叔叔公司的经济利益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下行线 它的下行线是子公司 孙公司和侄子公司 那这里注意 它的下行线 子公司 孙公司 还有林企 也就是侄子公司 他们出了问题 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天空公司的报表 为什么 因为你看它们属于下行线 属于晚辈 我们天空公司算长辈 所以如果这些企业 这些公司出现问题 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天空公司的报表 因此我们也绝对不能在 这些公司拥有经济利益 如果拥有的话 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天空 那我们在做到经济利益这种题目的时候 我们凡是看到我们所缘组 在它的父母公司 或者在叔叔公司 或者在儿子公司 孙子公司 连林企 也就是侄子公司 拥有经济利益 也就是直接的经济利益 或重大的经济经济利益 一定是影响独立性的 还有这是关于我们经济利益 接着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非见证服务 那非见证服务呢 和我们的经济利益就不太一样 对比记忆啊 首先 我们看 如果我们现在为天空公司的父母公司 和叔叔公司提供服务 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天空公司的报表 一般的情况是不影响的 如果我们现在给他的父母公司 提供了一个 就像我们刚才那个题目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什么 成本核算的软件 但是由于我们天空公司的 天空公司是我们A公司的子公司 那如果我们的A公司 也就是母公司要求 在整个集团内 都要全部同意使用这个成本核算软件的话 那对不起 那一定影响了 为什么 那也就是天空公司 也在用这个软件 对吧 那就相当于我们ABC 大级事务所 给他 给我们的天空公司 也设立了软件 这样就会产生自我评价的问题 好 除了这种特殊的情形以外 也就是考虑了其他因素以外 那么 我们现在为天空公司的父母公司 A公司 为他的叔叔公司 G公司提供服务是不影响的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为他的长辈提供服务 应该跟影响不到我们晚辈的财务报表 对吧 因为不会影响到我们天空公司的报表 所以提供非见证服务的时候 为他的上行线 也就是为他的长辈提供服务 不影响独立性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他的下行线 也就是他的晚辈 那么天空公司的晚辈 有我们的子公司 孙公司 还有侄子公司 注意 为他的晚辈 也就是下行线 提供服务 一定会影响独立性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我们为儿子 为孙子 为侄子 提供服务的时候 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天空公司的报表 因为这些公司 都会影响到天空公司的报表 像此公司直接进合并报表的 影响是最大的 对吧 而重要的联益企业呢 会影响到我们天空公司的财务报表 所以一定会影响独立性 而我们的姐妹实体呢 都会影响 我们现在要通过题目来检验 好 秉公司购买的成本核算软件 是由XYZ公司和一家软件公司 共同开发和推广 该软件公司不是ABC帕基事务所的 审计客户 即关联实体 假公司是秉公司不重要的子公司 秉公司不是ABC帕基事务所的审计客户 那么这又是顶型的非建认服务 非建认服务 我们刚才给大家梳理过思路 就一定要看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假公司是秉公司的不重要的子公司 也就意味着 秉公司是假公司的父母公司 那现在我们为 秉公司提供相关的服务 会不会影响到 我们假公司的财务报表 它没有说明其他的问题的反复影响 对吧 所以这一块 它是不违反东西的 那秉公司购买的成本核算文件 不会对假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不构成我们实施审计程序的对象 不会对独立性产生的影响 好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题多做三 它的整个的大前提都差不多 只是细微做了改动 我们就看答案就不一样了 秉公司购买的成本核算软件 由XYZ公司和一家软件公司 共同开发和推广 该软件公司不是ABC 跨界事务所的审计客户和关联事体 然后假公司是秉公司 很重要的子公司 秉公司规定 全集团内同意使用 该成本核算软件 秉公司不是ABC 跨界事务所的审计客户 这点其实我们在前面讲图的时候 就讲到了 现在我们仍然是为秉公司提供服 然后假在下 秉在上 秉是他的父母公司 贾是儿子 对吧 那现在呢 我们为秉提供服 一般来说是不影响的 但是这道题有一个附加的条件 这附加条件就是这句话 秉公司规定 全集团内统一使用 该成本核算软件 由于是他的子公司 那不就属于这个集团吗 所以贾公司相当于 也要使用这成本核算软件 这时候就会产生什么 自我评价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违反 那么ABC科技事务所 相当于参与了 假公司重要财务系统的设计 参与了我们成本核算软件 这样一个设计 这个成本核算软件 由于它也要使用 那么就构成了 假公司财务报表 内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块深层的信息 对我们筷子记录 或是被审计的报表 影响重大 将因自我评价 对独立性产生 严重的影响 相当于我来编报表 因为成本核算 那就直接关系到 我们的影响成本 对吧 这是多么重要的报表项面 我来核算 然后我来审计 这是影响独立性的 好 注意 对我们一体多做二 一体多做三 他们的对比 接着我们再来 一体多做四 条件都差不多 就是改了一些CV的地方 丙公司购买的成本 核算软件 由XYZ公司 和一家软件公司 共同开发和推广 该软件公司 不是ABC跨级事务所的 实际客户 及关联实体 丙公司是假公司 不重要的 这公司 同学们 我估计你们做这些 一体多做题的时候 会相当的崩溃啊 这个老师怎么出的题啊 看着都差不多 报表绕晕了 注意 我们就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强化训练大家 所提的能力 就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让大家 把我们这些知识点 精准的掌握 因为这都是同学们 非常容易错 容易换 而考试的时候 特别爱考的 你必须掌握 那我们来看 我们做到关联实体的题目 一定养成好习惯 画图 看谁在上 谁在下 谁是长辈 谁是晚辈 然后看 这是非见证服务 还是经济利益 那我们来看 这是典型的 非见证服务 对吧 谁在上呢 丙公司是假公司 不重要的子公司 那说明假在上 丙在下 假是长辈 丙是晚辈 那我们刚才就说了 如果提供服务 我们为他的子公司 孙公司 直子公司 为他的晚辈提供服务 都影响对性 对吧 所以这块违反 ABC会计事务所 网络所 参与了 假公司 重要财务系统的设计 参与设计的 成本合作软件 构成了我们 假公司 财务报表 内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存的信息 对会计录 和被设计单位的 报表影响重大 将因自我评价 对独立性 产生 严重的 不影响 我们接着来看 针对问题六 非见任服 会计和计账服 那丙公司 是假公司 新收购的海外 此公司 注意啊 假在上 丙在下 我们的丙是晚辈 假是长辈 然后为解 假公司 不重要的此公司 但是我们的 关联实体 此公司压根 不用看重要的重要 丙公司 聘请XYZ公司 将其按国际 财务报告 准则编制的 财务报表 转化为 按照中国企 会计准则编制的 财务报表 注意 这一块 丙公司 是他的子公司 为他的晚辈 提供服 一定是影响 独立性的 对吧 因为这是非禁人服 所以这块 违反独立性 该服务 压根不属于日常 和机械性的工作 将因自我评价 对独立性 产生严重的影响 好 这是我们的 会计和计账服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的评估服 2015年的真体 上市公司 甲公司 是ABC 跨界事务所的 常与审计客户 乙公司是非公众领事体 于2014年 被甲公司收购 成为甲公司 重要的全资子公司 XYZ和ABC 处同网络 在收购过程中 甲公司 聘请XYZ公司 对乙公司的各项资产 和负债进行评估 并根据评估的结果 确定了购买日 乙公司 可辨认净资产的 供应价值 那我们这里要注意 现在我们的乙公司 是重要的全资子公司 意味着乙是晚辈 甲是长辈 他们俩是这样一个关系 对吧 并且是全资子公司 在收购的过程当中 甲公司聘请XYZ公司 就相当于聘请ABC 他俩是完全化等号的 对乙公司的各项资产 和负债进行评估 然后并根据评估的结果 确定了购买日 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 供应价值 那么这是典型的 为他的子公司 提供非现任服 现在是评估服 请问是否影响独立性 我们在前面就给大家总结过 我们在提供非现任服的时候 一定要看 谁是长辈 谁是晚辈 现在乙公司是晚辈 为晚辈提供非现任服 影响独立性 对吧 为什么呀 因为很简单 你看 他根据评估结果 确定乙公司 可辨认净资产的 供应价值 而乙公司是要进 我们假公司的合并报表的 所以他一定会影响到 我们假公司的财务报表 对吧 因此影响我们的独立性 好 违反 该评估结果 对假公司的合并报表 影响的重大 因此我评价 将对独立性 产生严重的影响 我们只要把刚才 给大家梳理那两张图 记清楚了 以后看到这种非建任服务也好 还是经济利益的 这种贴也好 你都能够很快的判断出来 压根没那么费劲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 2015年的真题 上市公司 假公司是ABC 快选事务所 常年审计客户 那这块剔头 我就不念了 这样给大家多讲点题 第五 XYZ公司为假公司提供了 一项对假公司财务报表 具有重大影响的 税务建议 这里注意 XYZ公司为假公司 那XYZ就等于ABC 对吧 现在是ABC为假公司 提供了一项 对假公司财务报表 具有重大影响的 税务建议 该建议的有效性 取决于假公司的 相关快捷处理 是否恰当 审计项目团队 对该项快捷处理 存有疑问 正在进行协调 那么就相当于ABC 为我们假公司 财务报表 有重大影响的 税务建议 提供了这么一项 对吧 而这个建议 到底是否有效 取决于我们假公司的 快捷处理 财务报表了吗 并且 审计项团队 又对该项 快捷处理 是存有疑问的 好 这块是有问题的 我们正在协调 大家说是否影响东西 那肯定影响呀 它直接影响到 我们的财务报表了 并且 我们对这个快捷处理 还有疑问 因此 这块是违反东西新的 XYZ公司和ABC事务所 处于同一个网络 XYZ公司为假公司提供 对假公司财务报表 有重大影响的税务建议 建议的有效性取决于假公司 相关快捷处理 和审计项团队 对该项快捷处理 存有疑问 将因自我评价 对独立性产生 非常严重的 回忆下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题 是关于非建认服的 内部审计服务 剔头就不念了 我念不出干部分 假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 计划对新并购的 此公司执行内控审计 因缺乏人手 假公司聘请XYZ公司 协助执行该项工作 但XYZ公司不参与 制定内审计划 或管理层决策 这里注意 XYZ公司 我们直接替换成ABC 那么就相当于 假公司聘请ABC 协助执行 对我们新并购此公司 执行内部控制审计 这里注意 我们直接去 对它的子公司 执行内部控制审计 因为相当于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是它财务报表 内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 往往还要依赖内控 那这时候就很容易产生 自我评价的问题 对吧 那就相当于我自己编报表 然后我自己审报表 一样的道理 因此它是影响动性的 而有同学说 老师 你看 这个XYZ公司 不是不参与 制定内审计划 和管理层决策吗 那它不是没有承担 管理层的职责吗 但是你要注意 它现在就相当于ABC 去对子公司执行内部控制审计 那这个内控审计 就是我们财务报表 内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呀 而我们在对假公司 做审计的时候 一般来说 都要多多少 依赖它的内控 对不对 所以会 对我们的独立性 产生不利影响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存在该内部审计服务 设计假公司 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 将因此我评价对独立性 产生严重的 我的影响 好 它就是我们内控的组成部组职业 那接着我们来看 第五 2020年的真体 上市公司 假公司 是ABC 发行事务所的 长年神奇客户 然后我们来看 我们的核心信息 2009年10月 假公司 聘请SYZ公司 提供 招聘 董事会秘书的 服务 注意这是董秘 董秘可是高管 不是我们普通的行政秘书 包括物色候选人 组织面试 并向假公司 汇报面试的结果 由假公司董事会 确定最终的聘人选 那么招聘服务这一块 我们能不能给他提供 物色候选人 组织面试 以及向假公司 汇报面试的结果 这些工作 注意不能 所以不能 它是影响我们的独立性的 为属于公众力实体的 审计客 提供高级管理人员 招聘服 包括物色候选人 将因自身里 密切关系和外在压力 对独立性产生严重的 不会影响 因为你看 假如说我从100个人当中 我现在物色出两个人 那么这两个人最后成为 我们的懂力 假如后期在我们审计的过程当中 出现任何的问题 那我们好说这个 我们自己物色过来的 懂命有问题吗 不好说 对吧 那不就相当于 我们打自己的脸吗 相当于我们当时 去为他们物色候选人的时候 考虑不周到 眼光有问题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什么 会因为我们的这种外在压力 对独立性产生不影响 这是我刚才说 从外在压力的角度 第二个 我把这个懂命招过来 物色过来 你肯定关系和一般人 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时候会产生一起关系的问题 并且你想 我们这个懂命招过来 我们为他提供的招聘服务 也是收费的呀 对吧 这时候又会产生自身利益的问题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会对我们的独立性 产生严重的影响 接着我们来看 关于公司的财务服务的题目 2014年的真题 上市公司假公司 是ABC 还有事务所的常业审计客户 然后假公司逆进军新的产业 聘请XYZ公司作为财务部门 为其寻找识别收购对象 这里注意 XYZ就是ABC 那就相当于ABC为他寻找识别收购对象 双方约定服务费是10万 该项收费对ABC快递事务所不重大 那相当于ABC去给他找收购对象 然后他后期收购 假如说真的收购成功了 那么成为了他的子公司 以后我们ABC又要对他做审计 这时候大家说会产生什么问题 就是很容易产生自我增加 对吧 以及过度推荐的问题 所以这块是违反独立性的 我们XYZ公司为假公司寻找识别收购对象 可能承担管理层的职责 将因自我评价过度推荐 对独立性产生不影响 好 这是我们提供财务服务的内容 接着我们来看 商业关系 家庭和私人关系 第一 2014年的真题 2013年12月 审计项目组成员B组组会计师 通过银行按揭 按照试价500万 购买了假公司出售的公寓房一套 注意 我们假公司它重置的是房地产开发业务 那它就是卖房子的 那我们项目组的成员通过银行按揭 然后500万元买了一套出售的公寓房 这块是否影响动性 虽然它是按市价买的 但是金额非常之大 由于金额很大 所以它是违反独立性的 该交易金额对B组 辅出会计师而言 比较大 可能因此生命对独立性产生不理影响 虽然是市价 但是这金额很大 而且注意这是13年呢 13年的时候500万 那可真的是很高的价格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题 2012年的真题 上市公司假公司 是我们的常年审计客户 然后金甲公司的总经理批准 审计项目成员 可以按成本价购买甲公司的产品 每人限购2000元 这个注意 我们审计项目成员 是按成本价购买 那受到照顾了吗 受到照顾了 这样的情况 大家说影响影响独立性 肯定影响呀 对吧 无理不起早呀 别人凭什么照顾你呀 你怎么来回报对方呢 那我们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不太好意思 指出来了 这样我们就很难开口了 对吧 所以这块影响独立性 该交易压根部属于我们的公平交易 将对我们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题 假公司的子公司丁公司 提供信息系统咨询服 与XYZ公司组成联合服务团队 向目标客户推广营业税 改正值税 相关的咨询和信息统咨询依览 那我们接着来看 这边是假公司的子公司丁 这边是XYZ 就相当于ABC 他们组成了一个联合的服务团队 然后向目标客户推广 相关的服务 这是典型的什么 捆绑销售 捆绑销售这块是禁止的 禁止的商业关系 所以它是违反独立性的 那我们来看待 违反XYZ公司和丁公司 与双方的名义 捆绑提供服务 将因自生以外在压力 对独立性产生严重的影响 上述关系属于守则禁止的商业关系 明确要求禁止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题 A宿司会计师和甲公司的董事是同学 两人共同投资开设了一家餐厅 各占50%的股份 该项投资对于双方均步重大 一边是我们的A 一边是甲公司的董事 那么他们两个怎么样 合伙开了一家餐厅 共同投资 各在百分之50% 大家说这种情形 对我们独立性会不会产生影响 影响 如果这两个人信任度不够的话 会不会合伙去开公司 开餐厅 肯定不会啊 对吧 那么 一定会对我们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因为这是典型的什么 被禁止的商业关系 共同开判企业 我们A宿司会计师和甲公司的董事 共同开判企业 将因我们的自身利益 或者外在压力 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这一块是我们准则 明令禁止的商业关系 下面呢 我们来给大家一题都做 好的练习一下 ABC会计事务所的网络所的员工 B组组会计师的妻子H 和甲公司的董事几十同学 两人共同投资 开设了一家餐厅 各占50%的股份 该投资对双方均不重大 B不是甲公司审计项目团队成员 那我们注意这两道题要对比一下 我们前面这道题是 A组策会计师和甲公司的董事 是同学 那我们A组策会计师 可是项目合伙人 这种情形使我们准则明确禁止的 是禁止的商业关系 而现在呢 现在这道题是 B组策会计师的妻子 D能压根不是我们 省级项目团队的成员 他的主要近亲属 和我们甲公司的董事记是同学 这种情形 两人共同投资 开设一家餐厅 大家说影响独立性吗 注意不影响 注意这话不违反 因为D不是我们 省级项目团队成员 他的妻子和董事记 合作开办餐厅 不属于精致的商业关系 对我们这种 合作 开办企业 一定要注意 相关主体是谁 我们准则明确规定 跨界事务所 审计项目团队成员 不得与审计客户或高管 建立密切的商业关系 是所和源 那我们如果现在不是我们 审计项目团队的成员 这块就不影响 接着我们再来看 如果审计项目团队成员的 主要近亲属 与审计客户或其高级管理人 存在此类商业关系 要评价相关的影响的程度 并在必要时采取防按措施 消除不力影响 或将其降至可接受的水平 好 这块一定要对比记忆 而且由于 这是属于我们少数 或违反独立性的情形 所以考试的时候 对这一块还是挺爱考的 好 这是我们这条题 接着我们来看第五题 2011年的真题 丙公司是假公司的母公司 假公司审计项目团成员 C的妻子 在丙公司担任财务总监 那注意 现在呢 丙在上 假在下 而我们项目团队成员的 C的妻子 在丙公司担任财务总监 大家说这种家庭的关系 影不影响东西 那肯定影响呀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丙是假公司的母公司 那丙可能多多说少 要管理我们假公司 而财务总监 就要负责这项管理工作 对吧 所以这种情形 它很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假公司的财务报表 因此 这块会对我们独立性 产生不利影响 那我们来看待 存在 审计项目成员的主要近亲属 是我们审计客户的高管 它的岗位职责对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 可能因为自身利益 密切关系 国外在压力 对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那我们第23章 相关的习题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还给大家留了大量的 备用习题 同学们下来 一定要自己好好地练 因为我们第23章 它的特点就是 我们守则当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情形 各种各样的要求 你要对这些要求 对这些基本的一些判断原则 一定要把握好 然后把握好的基础之上 一定要做题 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实战 通过做题 才能够真正去理解这些要求 这些原则 好 对我们23章提出的要求 就是一定要下来大量做题 然后回头总结 回头看 并且呢 在这要给大家说一下 由于我们23章相关内容 比较多 比较杂 所以建议大家 在对这块习时练习的时候 配合我们的导图 配合导图 这样把各种情形 梳理的清清楚楚 哪一种影响独立性 哪一种不影响独立性 把它搞清楚 弄明白 争取把我们独立性这块的分支 拿到手里 因为每年这块都会考我们的 先答题 好 那我们这一章内容就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